血管老化,继续可以引发冠心病,高血压,脑梗等,有时还会导致心疼,脑出血,有生命之危。 血管老化可以从年轻时开始,保持血管年轻,避免今后发展为动脉硬化,就是预防心脑血管病的最好方法。 阿德福蒂斯门慈医,戒烟线酒动脉硬化,是香烟中阴氧化碳引发血管病内脾细胞缺氧后形成的。 同时,香烟中的尼古丁还会导致高密度脂蛋白减少,低密度脂蛋白增加,加重动脉硬化水平。 番茄医生建议,最好做到戒烟线酒,增加绿茶摄入,可以减少坏的胆固醇,预防动脉硬化。 2.调节情绪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大,紧张的状态下,容易刺激交感神经兴奋,导致心跳加速,血管收缩,血压上升等。 所以,最好懂得调节情绪,培养一些好的兴趣爱好,可以帮助情绪管理。 阿德福必斯门词3.运动坚持提倡运动并保持下来,每次3.0分钟以上,选择跳绳,慢跑,太极拳,游泳,骑车,散步甚至做家务等。 锻炼上肢力量也是可以的,适当增加肌肉爆发力,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和代谢水平。 特别是中年老人,做点肌肉锻炼,比如破胸,哑铃等。 4.注意饮食增加深海鱼油摄入,并减少高胆固醇食物摄入。 鱼类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优质蛋白,可以改善血管弹性,促进钠盐排泄出体外。 同时,为了预防血栓可以增加黑木耳、大蒜、香菇、菠萝等食物摄入,因为它们具有抗凝作用。 阿德福必斯门词5.控制糖尿病和高血压因为糖尿病可以引发全身血管损。 伤,促进动脉硬化发展,血压升高后,低密度脂蛋白会损伤动脉内壁,加速动脉硬化进程。 6.冷育番茄医生曾经发文冷育可以治疗两种疾病,当然这并非空穴来风。 著名学者马银初曾经在伊鲁大学时,通过美国老医生建议,学习坚持冷育,并受治百岁。 当然,冷育最好从夏季开始,初介入秋后再到冬季进行冷育。 冷育有助于改善神经系统兴奋,促进新陈代谢,帮助体内代谢废弃物排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